為了解決土地不足的問題 澳門政府在路環塘製大規模填海 近年有多座賭場及大型度駕村樂城 多項大型基建工程亦接近員工 輕軌通車貫通了整個路塘 連接機場、塘製碼頭 促進交通之餘亦利好區內樓價 今次要看的新盤位於路塘的石排灣 連接金光大道 在輕軌蓮花口運站附近 屋苑主打活營包括兩房半單位 面積是1368平方尺 單位最大賣點是景觀 從單位看出去有高爾夫球場 不怕會有遮擋 不過這個就是多重景觀 你看到要海有海景 要橫琴景有橫琴景 要海撒景有海撒景 金光大道景 其實一般坦仔市中心的樓 都是樓望樓居多的 現在市中心很少有這麼漂亮的景 主人房連吐刺 所有窗戶都採用了雙重隔音玻璃窗 室內十分寧靜 單位的實用率達到七成 每平方尺開價8000多澳門元 總價由1200多萬起 屋苑連會所合共1800戶 預計明年首季入伙 發展商是新康儀 地產業界說 目前路坦的樓價較澳門半島便宜 一方面吸引了不少香港人看樓 同時近期澳門人都特別偏好選購小單位 原因是澳門政府去年推出措施 協助首置人士上樓 容許價值800萬澳門元以下的單位 乘租八成按揭貸款 吸引了年輕賣家入場 近年澳門大部份的成交 都會集中在300萬到800萬這個數 就是澳門人本來買的 但外地人來就沒有這個規限 因為首置的關係 令到800萬以下的樓 這一年多升了少少 800萬以上的樓跌了少少 現在大部份外地人來到澳門 他們喜歡賣大單位 因為覺得便宜一點 即性價比高一點 大小單位不只是計赤價計 小單位的赤價一般來說 貴過大單位至少是25%至30% 我們看到外地人來看 最初是看小的 下手是下大的 不過買家入場前要留意 澳門亦都有俗稱SSD的特別印花稅 扣入的單位一年內轉讓 同樣要額外要交多兩成印花稅 第二年內轉售的話要交多一成稅 到第三年就可以鬆綁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